魚兒穿梭在白化的珊瑚礁之間 這裡是澳洲大寶礁 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 吸引無數來自全球各地旅客 一督奇蹟美景 但負責監測珊瑚礁健康情況的 大寶礁海洋公園局證實 大寶礁出現大規模白化現象 研究人員表示 在大寶礁北部偏遠地區的六個島嶼周圍 科學家說明海水溫度偏高導致珊瑚白化 而現階段是澳洲最肉的一段時間 盼望之後海水溫度降低 但如果海洋持續維持在較高溫 珊瑚恐怕會死亡 你可以看到海洋的影響 例如水溫、蟲蟲、雨嶼、雨嶼 在環境下 有預計說這些影響 會更頻繁的 會更加強烈 我們已經看到這件事 專家們將白化事件和氣候變遷連結 美國國家海洋 繼大氣總署更曾表示 全球正處於第四次大規模珊瑚白化的邊緣 那可能導致大片熱帶珊瑚礁死亡 包含大堡礁部分地區 而在杜拜 有珊瑚農場正在試圖拯救錘死的珊瑚 並讓珊瑚更強壯 這家珊瑚農場將珊瑚的一小部分 放置在精準控制生長溫度等要素的環境中 包括恢復垂死的珊瑚 或是加快珊瑚生長 接著再重新種植到波斯灣海域 目標是讓珊瑚更能抵禦氣候變化 這間珊瑚農場也提供領養珊瑚的機制 讓民眾可以資助珊瑚生長 根據聯合國環境署的數據顯示 如果不採取行動 將全球暖化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準高攝氏 1.5度 珊瑚礁上的活珊瑚 恐怕會減少70%甚至90%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請你再見囉 sirafone 頁和筏 頁和筏 ali 零 零 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